大家好,我是阿库,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本集是牛者鬥龍一代最後的部分 來簡單講解一下一代的整體遊戲流程 講的版本是操縱重製版 這也是我第一次挑戰搭配口說的方式來講遊戲的過程 是我頻道老觀眾應該都知道我以前都是做純遊戲流程影片為主 所以這次對我來說是一個嘗試與挑戰 也請觀眾多多包涵 牛者鬥龍一代的流程就像我之前影片提過的 並有一個標準的流程 以下流程則是我個人遊玩的行程 已經要跟我一樣 所以就當作一個觀眾參考了,禁止說明 那廢話不多說,我們就開始吧 故事一開始就是國王對著勇者講著 龍王把照耀世界的光之珠偷走之後 想要讓這個世界變成黑暗 所以希望勇者能打倒龍王,取得光之珠,拯救這個世界 然後勇者也答應了請求 決定出發打倒龍王 國王開線對勇者說 為了讓你與旅程勝利 就讓我提供一點物資吧 這裡有三個寶箱 裡面的東西都給你吧 充滿期待的勇者呢 準備打開三個寶箱 裡面分別是120元 火把跟魔法鑰匙 拿完之後的勇者 心裡的OS是 嗯,這廣不過小氣的 不過小氣歸小氣 答應人家事情還是得去做 所以我離開了城堡,踏上旅程 離開城堡後呢 先去旁邊城鎮晃晃吧 總之呢,先買一點武器裝備吧 120元真的好少啊 先買個木斑跟布衣湊著用吧 離開城鎮後呢 往西北方向走 有看到個洞窟 解決看看吧 遊戲中的火把呢 是在洞窟裡面冒險用的 使用火把呢 就可以讓周圍有亮光 方便探索迷宮 所以洞窟探險的時候呢 記得要準備哦 這洞窟沒有敵人哦 機構也很單純 所以也可以很安心的往下走 走到深處呢 看到一個石碑 上面寫著 標到魔島 需要準備三個物品 三個物品呢 都有賢者守護者 隨機見這三位賢者吧 這段其實就是告知如何去龍王城的方法了 不過表達算蠻隱晦就是了 離開洞窟後呢 其實能去的地方就很多 我先去洞窟左上方的嘉莱鎮 一進城鎮馬上去武器店 但是呢 看了一下武器店商品 還是好窮買不起啊 只要安然離開 最後呢 還是只在道具店買一個火把 已經待會要用 這邊新階段呢 還不會有劇情觸發哦 但是可以當做練功的更具地哦 像是武器店 有賣更好的武器仿具哦 敵人也略強 天盤在這邊可以練一下功哦 等到等級夠了 就可以離開這邊繼續冒險 離開嘉莱鎮 接著往南方的前往沿山洞窟 其實這邊不去也可以哦 但是洞窟裡面有不少寶箱可以拿哦 怎麼可以錯過呢 順便打打怪賺錢練功 外加寶物拿 可以說是一舉兩得啊 不過去這洞窟之前呢 記得要把點擊力要六七級會比較保險哦 哦 哦 350元 哦 670 哇 鐵盾耶 這個是好東西啊 走到升速後呢 取了戰士戒指 看起來好像很厲害哦 其實這個裝備其實沒有任何效果的東西哦 不過呢 這次的探險還是收穫滿滿啊 離開沿山洞窟後呢 接著前往拉達特姆城東北方的麥拉鎮 我這樣走其實不太順路啊 也可以一開始先去麥拉鎮 或再去加萊鎮跟沿山洞窟 不過麥拉鎮的敵人呢 比較強 而且距離開始城堡也很遠哦 所以呢 我就先去加萊鎮 比較近 總之呢 這方面呢可以由玩家自己安排哦 進入麥拉鎮之後呢 我們先去麥拉鎮溫泉下方五部地板上面調查 可以覺得妖精之敵哦 這個在後面的旅程會用到 記得要拿哦 麥拉鎮有賣比較高級的鐵鎧甲和鋼鎧甲 身上前勾的話也可以去更新裝備 離開城鎮後呢 接著就是我們要往南方前進了 往南邊走呢 有看到一個被沼澤包圍的洞窟 總之就進去 其實這裡就是公主被關的地方哦 不過我們現在還沒辦法救公主 所以我們先往南走前往洞窟的另一個出口 離開沼澤洞窟後呢 往南走可以抵達利姆達爾鎮 這一代敵人呢 比起麥拉鎮附近相比 強大程度可以說提升一個檔次哦 所以最好呢 就是以這邊做練功更新裝備的據點哦 利姆達爾鎮呢 有個很重要的劇情關鍵哦 是這裡有賣魔法鑰匙 從路口邊邊往上走 沿著城鎮邊邊一直順著西北方走 會有個神秘的屋子 跟裡面的老闆講話 他會賣你魔法鑰匙給你 這鑰匙非常重要 遊戲中所有的門呢 必須要用這個鑰匙打開哦 所以能多買就多買哦 一把16元真的很便宜啊 取得鑰匙後呢就可以離開城鎮了 接下來可以利用鑰匙去開大陸各地有門擋住的場所了 但我們一開始先回到一開始拉達特姆城哦 城內西邊有個被門關起來的寶物庫哦 可以利用剛剛買的鑰匙打開哦 然後我們寶物之後呢 去城內東北方有個區域是被門擋住的地方 鑰匙打開後 右上方商店也有方買鑰匙 所以缺鑰匙呢也不用跑回利麗達鎮去買哦 只是這邊的價格比較貴124元哦 然後從城的右邊邊緣走下去 走的時候要小心哦 走太突去可是會直接出城哦 往下走後呢有個樓梯 裡面有個先者在守護著寶箱 跟前者講話後呢先者會讓開 然後打開寶箱取得太陽之石 這個是前往龍王城的關鍵物品之一哦 然後到太陽石之後呢就可以離開這裡了 接下來呢我們再回加萊鎮 加萊鎮裡面有一塊區域是被門擋著的 現在有鑰匙就可以把門打開進去哦 進入裡面後呢有三個寶箱可以先拿 拿完之後呢在西北方有個隱藏通道 找到通道後呢就可以抵達加萊之墓 說真的這個隱藏通道呢 只能一個一個走看看才能找到 外表看不出什麼線索 加萊之墓呢一共有四層有點大 所以最好帶一些藥草或是鏈等級高一點會比較安全哦 走到深處呢看到加萊的墓前面放一個竖琴 記得要取得 也就是銀之竖琴入手 這是重要道具哦千萬別弄丟哦 學竖琴後呢我們要到麥拉鎮西北方有個祠堂 龍澤豆龍一帶雖然有像蓋美拉翅膀或是魯拉之類移動魔法 但是使用這些魔法跟道具呢都會一律回到冒險一開始的拉達特姆城哦 這點真的很不方便 所以我們必須自己走到麥拉鎮附近後再往西北方向去祠堂哦 進入池堂後呢跟守護寶箱賢責談話 說想要打開寶箱呢請給他銀之竖琴 正好我們已經取得銀之竖琴了 所以賢責馬上爛開 然後打開寶箱取得羽雲之杖 這也是前往龍王城的第二件關鍵物品哦 總之呢就是他第三件物品了 接著我們要去救公主啦 就在麥拉鎮南邊的沼澤洞窟 沼澤洞窟有北邊跟南邊兩個出口 北邊是靠近麥拉鎮 南邊是靠近利姆達爾鎮 但是洞窟的東邊有一個大門 大門可以用魔法鑰匙打開哦 打開之後呢出現一條惡龍襲擊你哦 惡龍其實不會很強啊 等級購怪加裝備有更新其實可以輕鬆贏 打擾惡龍之後呢就看到公主啦 跟公主講話之後呢就會出現本遊戲的高光時刻 公主爆 真的是有夠閃亮亮啊 到這邊我就想著公主爆打敵人到底要怎麼打 阿媽算了這也不是重點就是哦 拯救公主後呢接著我們要去前往一個蠻遙遠的地方哦 因為距離很遠而且敵人實力堅強 所以一定要做好準備才可以前往 這得要切記哦 等級就好是15級以上 我們從加萊鎮一直往南走 往南走後會走到個沙漠地帶 在沙漠地帶有個城鎮哦 不過先不要進去哦 從沙漠地帶呢繼續往東南走會有座橋 過橋之後往東走會出現岔路哦 一條是往上走的一條是過橋 我們先往上走 往上走一段呢會看到一座橋 過橋之後往南走就可以抵達梅爾基德鎮 這個城鎮門口有十項哥勒姆守著哦 哥勒姆實力很強 之前在麥拉鎮取得的妖精之敵呢 就可以讓哥勒姆睡著 所以用妖精之敵呢 讓哥勒姆睡著後再攻擊哥勒姆 假如哥勒姆醒來後呢 繼續用妖精之敵讓他繼續睡著 就這樣反覆動作呢就可以打贏了 梅爾基德鎮呢 可以說是遊戲裡面擁有最好的武器裝備 電哦 有賣水晶盾跟火焰劍 身上錢購的話可以去購買吧 除了武器裝備外呢 梅爾基德中央偏南有個像教堂的地方哦 就跟那邊的牧師講話 可以得知坐標北140南80的坐標位置哦 這個就是第三樣關鍵物品的位置哦 接下來兩種做法哦 第一種呢是先把公主送回城堡後取得公主之愛 接下來呢就是利用公主之愛所提供的坐標 找尋北140南80的位置調查 就可以取得第三樣物品羅德之印 第二種呢就是不送公主回城堡 所以你就必須自己瞎找 要找到呢就是得本身就知道羅德之印的位置 才有辦法找到 所以通常第二種玩法呢就是 直接看公主隊知道物品位置後 直接去取得羅德之印哦 兩種方法呢都可以讓遊戲進行下去 就看玩家決定 而我是選擇第二個 所以直接去梅爾基德南方大沼澤區 取得羅德之印哦 太陽之石 羽雲之杖 羅德之印這三項關鍵物品拿到後 就可以去利姆達爾正南方祠堂 把這三項關鍵物品呢給祠堂的選擇 不過在去之前呢 先去之前去梅爾基的過程中 有個沙漠地帶城鎮 城鎮其實一直被摧毀了 但是在城鎮遺跡裡面的右邊區域 有塊地方有BOSS及敵人 惡魔鎧甲出沒 也蠻強的 等級主要是17、18級去打會比較好 打到惡魔鎧甲後 調查那個地板就可以取得羅德鎧甲 這也是本遊戲最強的鎧甲了 拿到羅德鎧甲後呢 就可以去利姆達爾正南方祠堂了 進入祠堂後呢 與賢者講話 把太陽之石 女云之杖 獨特之印給賢者 他會給你本遊戲最重要的道具 彩虹水滴 取得彩虹水滴之後呢 就可以前往龍王城了 在龍王城之前呢 可以在利姆大爾正休息 回復體力跟補充道具 準備好後呢 就往西邊一直走 就可以看到龍王城的島 跟大陸中間有一條河擋住 在這邊使用彩虹水滴 就會出現連結魔王城島的橋 就可以抵達龍王城 龍王城的結構很深喔 所以請務必要準備好才進行冒險 等級的話呢 我建議是20級左右 龍王城裡面有本遊戲最強的武器 羅德之劍 可以的話最好取得喔 接著走到迷宮深處後呢 在底部會有出現像城堡結構的地方 這也就是龍王城所在的地城了 與王座上面龍王講話後呢 龍王一開始會與勇者進行交易對話 說如果幫助我我會把世界分一半給你 之前的影片有提過答應會怎麼樣 所以這邊就不提了 在勇者都有龍特輯第三集影片裡面 可以去看看喔 總之呢 就是連續拒絕兩次龍王的建議之後呢 就進入戰鬥 一開始呢 龍王會以人形狀態戰鬥 能力不強 滾炸完打就可以贏 打以人形狀態後呢 他就會變回龍的形態 能力大幅提升喔 這時候玩家要小心龍王的烹火攻擊 然後要仔細計算自己的HP產量 來決定放補血魔法的時機喔 我個人建議呢 是在HP40以下的時候 就要放補血魔法了 這是我覺得比較保險的血量喔 總之呢就是攻擊 HP40以下就補血 補好血後再攻擊 就這樣一直雷推下去喔 只要穩戰鬥打就可以打贏喔 打贏之後呢 回到拉達特母城 接受國王與士兵們的歡呼喔 國王會問勇者要不要成為下一屆國王 勇者呢 則是想繼續旅行而拒絕了 而公主蘿拉呢想跟勇者一起去旅行 國王不得已呢 答應了公主請求 最後勇者與蘿拉公主離開城堡 到新地方冒險去了 遊戲呢就到此結束 勇者鬥龍一代的全部流程就是這樣子 第一次講這種流程影片還真的有點不習慣喔 不過凡事都嘗試看看嘛 我想這應該也是個不錯的經驗喔 不知道觀眾們看完有什麼建議可以跟我回饋的 都歡迎在底下留言區留言喔 我很感激的 勇者鬥龍一代的部分呢 就全部結束了 下一集呢就開始講二代了 請你期待囉 點擊影片就到這邊啦 喜歡我的影片呢 請按讚訂閱分享 還有小鈴鐺 我是阿古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囉 掰掰 掰掰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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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囉